他也是蠻多層的 歡迎回來讓我帶你吃帶你玩 疫情期間大家好像突然很瘋名這個 肉桂捲 連我身邊幾個朋友都紛紛在自己做肉桂捲來吃 突然想到台南好像有幾家肉桂捲店 那我就把他們通通外帶回來吃了 我買了三間回來 分別是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 介紹我們今天的主角 肉桂捲吧 這件是吃甜甜 這件是 然後跟 他們也有提供紙袋的 但是我剛好有自備這個容器 就想說拿這個給他們裝 吃甜甜他還有附上這種 肉桂捲的保存還有加熱說明 他有分成冷藏加熱跟冷凍加熱 他能保存的時間還蠻長的 他是連同這個烘焙紙一起給你的 然後還有綁上這個麻繩還蠻可愛的 再來是這間 敷水惡目 他們這間店總共有八種口味的肉桂捲 然後店還蠻有特色的 只是現在因為疫情不能內用 不過他們二樓其實蠻漂亮的 他長這樣 我買的是他們的招牌 熱紅酒肉桂捲 看起來蠻好吃的 再來這間左撇子咖啡吧 也是很香的肉桂味 那我們就從這間 左撇子咖啡吧的肉桂捲 開始吃吧 加熱好啦 我把它用氣炸鍋 然後上面灑了一點水 加熱了180度3分鐘 我們來吃吃看 它是什麼感覺 它是外面有點脆脆的 但是還沒到很脆這樣 然後感覺是蠻絲軟的肉桂捲 切開來長這樣 它肉桂的香味還蠻重的 然後裡面包的核桃大概 大概四五顆吧 我來吃吃看 這間是左撇子咖啡吧的 蘋果肉桂捲 它裡面還吃得到蘋果的 餡 蘋果用那個糖漿燉得有點軟爛 然後這樣吃起來 還是會有一點點咖啲咖啲的 蘋果香很重 肉桂跟那個蘋果的搭配搭得還蠻平衡的 不會有個特別圖書或是特別搶味 他們這間店在巷子裡 我騎去的時候還是有點找不到 因為它 Google地圖是在大馬路上 但是它在一條巷子轉進去 然後再像是一間車庫的地方 老闆娘還蠻客氣的 我是在他們粉絲團然後 預約的 就不會啊 拿必要的問題 他們家的肉桂捲不會太甜 然後肉桂會很香 加上這個核桃 好的 脆脆的 不會有那種核桃的深味 然後蘋果跟肉桂捲真的很搭 它算是一個好吃的肉桂捲 是我還會想要再去買來吃的 如果滿分十分的話 最近我會給他們發分 我喜歡它那個皮有點脆脆的 然後有點濕潤加糖那樣脆脆的 吃起來很好吃 那我們就去加熱我們下一間肉桂捲吧 下一間吃這個 這個有包烘焙紙的 吃甜甜肉桂捲 感覺 加熱好啦 剛剛那間左撇子 咖啡吧的老闆娘 還很客氣 他看我去 然後我說 能不能拍個照 他還特地把他們的招牌 搬出來外面讓我拍 可能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他都沒有 就是算是對外營業 結果我就 招牌都沒有拿出來 他還特地搬招牌出來 讓我拍照 那我們第二顆 吃甜甜的 肉桂捲也 加熱好了 我一樣也是用三分鐘去加熱 因為他是常溫的 這間吃甜甜我點的是 反轉核桃肉桂捲 他是75塊 那剛剛那間 左撇子咖啡吧 他的那個蘋果肉桂捲是90塊 那還有另外一間 膚水惡目的 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 我們先來把它打開來 他也是把它包著用這個 通培紙包的很有質感 不會讓它隨便掉出來 然後還用一條麻繩綁子 還是有點像粽子 反轉核桃肉桂捲 它是方形的 然後上面有很多核桃跟肉桂醬 看起來很好吃耶 也是濃濃的肉桂味 但是這間的肉桂捲 它多了一個核桃的香氣 我們來吃吃看 好像被我切得有點醜 喔 這間就看得出它那個肉桂捲的層次 感覺很多層 這樣子 很多層 我剛偷吃了一個 它們的核桃 它們的核桃很香耶 然後有點焦糖的感覺 好吃耶 可以看到它這個層次很多層 它這個核桃真的 我喜歡它們家的核桃 很香 然後香的裡面還帶股甜味 它的肉桂醬吃起來有一點 一顆一顆的感覺 顆粒感 然後 肉桂味很香 它這個肉桂醬非常的濃厚 然後配上這個 可口的核桃 我不是一個 很愛吃核桃的人 但是我覺得 它們這個核桃真的好吃耶 烤得很剛好 它的麵包體算是比較濕潤的 吃起來還蠻Q的 然後每一層 也都吃得到它的肉桂醬 細砂糖的感覺 一顆一顆的 最上面那層的肉桂醬非常的香 太好吃了 是可以再買的肉桂醬 反正核桃肉桂醬 它這個口味就沒有包餡了 就是單純核桃肉桂醬 不像剛剛那個 左撇子咖啡爸的 它是有包蘋果餡 它的蘋果餡也很香 目前兩間 各有 刀子先放下好了 目前兩間各有各的優點 那間的蘋果醬很厲害 這間的核桃很棒 肉桂也很香 很好吃耶 它們加一有奶酥後片 也蠻有名的 我還有買一塊冷凍的奶酥後片回來 吃甜甜很酷的是 我是用FB跟他們預訂的 然後 它會叫你匯款 匯款完之後 它會告訴你在哪裡取餐 然後我到的時候 就是它已經把我的餐放在門口了 你就拿走就好了 然後失聯制跟消毒 真的是 都沒有看到他們人 把 防疫做得非常好的一間店家 它的麵包體有點像 漢堡 漢堡的麵包 就是很鬆軟很Q 很好吃 這間 一樣給8分 好吃 那我們就 吃我們的壓軸 敷水惡目的肉塊卷 加熱好啦 我們敷水惡目的肉桂卷 它跟其他兩間比較不一樣的是它上面有撒這個糖漿 我點的是熱紅酒肉桂卷 它是85塊錢 他們這間店只接受電話預訂 他們這間店只接受電話預訂 到現場不確定那個是不是老闆 但是他還蠻有型的 然後 很熱情的跟你介紹肉桂卷 跟你說 用微波爐用烤箱做出來的口感會不一樣啊 他說如果你想要吃濕軟一點口感的 你可以用微波爐 你想要吃脆口一點的用烤箱會比較理想 他們總共有8個口味 那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吃的 所以我還另外買了一個口味 是 它是有點酒味 然後加上一點柑橘 這個可以明天再吃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個熱紅酒蘋果的 肉桂卷吧 它的外表跟剛剛那兩天就有還蠻明顯的不一樣 沒有看到很多的 肉桂醬 現在就來把它切開來吧 因為我是用氣炸鍋加熱3分鐘 所以 切起來就還蠻有一種脆感的 不會是整個是濕軟的 切開來後就長這樣 它也是蠻多層的 表面看不到很多肉桂醬的感覺 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我第一次吃肉桂卷是在 日本海洋迪士尼的 那次是我第一次接觸肉桂這個東西 然後那時候還有點害怕 就一邊走一邊吃 一邊走一邊吃 結果走一段 我就把那隻雞拿棒給吃完了 然後我就回頭再買一根 那次是我第一次接觸肉桂這個東西 那次是我第一次接觸到 雞拿棒 然後我在台灣就沒有吃過 雞拿棒了 因為我在某影城吃過 它的雞拿棒 我覺得那個味道不是很OK 之後就沒什麼接觸到肉桂這樣 最近因為肉桂好像突然很盛行 然後我朋友自己做 他有做給我吃 我才覺得 哇 真的好吃的肉桂卷 跟日本海洋迪士尼那個 雞拿棒的味道 好像喔 然後突然就有點哀傷 肉桂卷 好像還蠻多人不敢吃肉桂卷的 因為就他那個肉桂有個臭味 我個人是還蠻可以接受的 這些 膚水惡目吃起來的口感比較硬一點 他們的肉桂卷比較不像是 加很多肉桂醬的那種感覺 就是肉桂跟糖調合成的醬 他們是很單純的撒粉在那個麵皮上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還能感受到那個肉桂粉飄起來的感覺 他們的蘋果也很香 然後有點清清淡淡的酒味 聞起來比較不會有一種厚重的甜味 吃起來就是很單純的肉桂香 我覺得他是 裡面所有肉桂醬最清淡的一個 肉最清淡不是指說 他的肉桂味比較淡喔 是他比較沒有另外他們這種肉桂糖醬 來的這麼厚重 然後他外皮這個外 我把刀收起來了 他們這個外皮比較硬一點 裡面這塊比較濕軟一些 這樣子從內到外吃起來的口感還蠻不一樣的 表面這個糖醬比較吃不出什麼味道 還有這個蘋果乾 他中心這裡的肉桂就比較濕一點 然後比較有糖醬的味道 他們之間的口感很特別 他從外到內 是酥 酥酥酥酥 然後到裡面是比較 濕軟一些的 很有層次的一個味道 然後整個蘋果醬跟那個肉桂粉 搭配在一起 好搭喔 那個平衡就是做到一個 完美的平衡 不會有哪一個比較搶味的感覺 他上面還有這個蘋果餡 淡淡的酒香味 很好吃 這個比較有層次啦 就是從內到外的 口感不太一樣 然後粉也是外線比較乾粉 內線比較濕的這樣 品嘗完我們台南三間有名的肉桂捲了 今天簡單介紹這三間 不一樣的肉桂捲 大家如果有來台南 或是現在在台南的鄉親 疫情期間可以 透過網路去跟他們預訂 然後取貨 這三間肉桂捲 都是我之後如果想要吃肉桂捲 會想要去買的店家 三間我都蠻推薦的 各個好吃的地方都不一樣 很讚 能在疫情期間 然後網路預訂 不用排隊 我覺得也是蠻幸福的 不然 這三間肉桂捲 平常想要吃到 應該也不是這麼簡單 推薦給各位愛吃肉桂捲的觀眾 那今天肉桂捲就吃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 幫我按個訂閱 那如果還想要看我吃什麼 泰南的美食的話 我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去吃吃看 或是我會回你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